终于到货了 这里要装的是我童年的梦想 花了将近千块钱 这个玩具还是有点贵 好几次斤哦 是杂子 哇 稳稳 来 盖一下是杂子 嗯 炸弹来了 哇 看 这是杂子 茂米花神奇 现在它还有个名字叫什么 两师棒打鸡 哎呦 我要好重 这个里头应该是写配件哦 茂党手要是风鸡 喂 先把它上起 还有一个竹橙 对了 我来把它倒起 说实话这个厂家的太抠了 四口螺丝你都不跟我上 我要跑一趟去买螺丝 到底给你个什么评价呢 我都不好说 螺丝买回来了 然后我问客服 要不跟我配螺丝 他说的所有配件都在乖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外子就不能在包装上写明 回来跟我说一声 你的所有配件都在乖乖里头的 来了这个东西就真的那么粗犷嘛 东西可以厨房 服务可以 稍微细腻点嘛 说明书 简单 压力表 好 哦哟 鸡脚电子还漂亮 感觉声音好好一点 爆肥个一样的 螺丝水在这儿里头 上去 压力表 给它揪去 这下我们来上罐子 倒下来 上翻了 重新来 这个应该是截到这头的 组装完毕 第一个我准备给它炒点石头进去 把里头给它清理一下 里头确实太多油夹夹渣渣的气 增加抹茶 增加抹茶 脚踏九九八十一半 对了 这个钱是不好挣啊 这下把它擦干净 刚才看了下来还不能水洗 里头有洞洞 全部漏洞 我的这个压力表都要切了 洗好了哈 第一个我们准备爆玉米 但是这一锅来说实话 我不准备那一锅吃了 我拿来喂鸡果果 这个是八斤的罐子 人生第一只爆米花 还是有点期待 拿起 拆加起 准备点火 来点高科技燃的快些 没了 古风鸡蒸起 看拆不拆的感觉 大概要好久时间我也漂的哈 这压力表都还炒得很 这么大个罐子要把烧热很 很要喝酒 我原来看人家这个就是 罐罐上面这个粑粑上全是包了酱的 扔这个钱还是不容易啊 压力达到0.9了 都一个的压力了哈 现在也闻得到就是说玉米有一股香味了 再等一看 来对了准备出锅 好 人生第一个爆米花 实话给大家说哈 有点浮了 哇那么多 生存爆烂了 来我来看一下 上一下 你看好大一颗颗的 嗯好吃哦 失败是成我的妈妈 其实也没失败 两次放大了嘛 微微有点浮 下次再我再喝喝 嗯可以 来鸡脚干 第二个哈 终于成功了 你看好巴士 两次放大了 而且刚合适 这下有新的耍法了 爆米花只是第一步 能不能爆鸡爆排骨 哎 爆了 鸭子 搞呀 打死了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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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